我回来 救我 小曼 三姑娘 以你的功力 对付外面那三只小妖怪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你怎么被抓起来了 我一时疏忽 被他们得了少 疏忽 你知不知道 你失踪以后 司马空空和宁为玉 都要来找你 就他们俩那三脚猫功夫 来了也是被抓 果然有问题 难不成 划心阁里的人 已经和养心师勾搭在一起 是不加害时睦睦 对了 三姑娘 听说你下山来 是因为划心阁出事了 你不准备回去吗 我要找到 杀害我师父的凶手 给他报仇 凶手 二长老说 那是一只上古妖兽 我好像已经找到他了 可是 可是我下不去手 你是说 上古妖兽杀了你师父 先不说这个了 本来那几只小妖 是奈何不了我的 但是你也看到了 这个房间里的结界非常强 根本不是他们能布置出来的 还有养心师 是养心师 还有我怀疑 德岳楼本身 就是一个绝世大药 划心笔的结界解开了 今天打了几条鱼 好看吗 哈哈 我就 你要去哪儿 参见主人 把氢气瓶交给我 咪咪可以过去的 从左边走吧 咱那边 多谢二位相救 你们的那位小朋友 已经离开了 后会有期 我把四孟空空给忘了 不过幸亏他已经走了 你们也有危险 我们快去救他吧 你还由于什么 因果已断 我要是再去的话 就会有新的因果 我不回去了 你去吧 我真是看错你了